新界国小棒球队是南投县相当有名的棒球队 时常代表南投县参加各项赛事 为了让孩子们有新的棒球以及球棒可以来使用 在县议员陈汉利的引荐下 有企业捐出100颗棒球以及球棒 并在校圈运动会当天捐赠给棒球队 希望借此来帮助棒球队员们有新的球具可以使用 谢谢议员可以让我们捐助我们球棒 让我们在球技上面有许多进步 还可以在我们球技上面快快乐乐打棒球 当球队员们相当感谢陈艺员以及善心企业的帮助 有了新的球具未来在练习上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 先感谢非常感谢陈汉利议员 然后捐赠球棒跟棒球的部分 然后可以充实我们球队练习的一些器具 那对新阶国小的棒球队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这些都可以提升他们一些练习的效果 然后如果因为增加球的数量的话 他们在练习的时间的时候 他们可以让他们可以比较有多余的分组的机会 就不要因为球少而牺牲掉比较一些捡球的时间 让孩子在训练的方面可以提升很大的效果 先议员陈汉利指出 新阶国小棒球队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 到现在屡创夹击 相当不容易 也期待有更多的企业共同来关心 很多相关的企业很关心我们新阶国小的棒球队 那我做议员到现在 我们新阶国小的棒球队是非常的不简单 从一刚开始没有地方可以住 然后到每次的比赛都屡创夹击 引起我们这个中国信托的关心 那我们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宿舍 有了自己的装备 那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很缺 那今年呢也在我们县内打了第二名 希望说有这些企业的赞助 让这些球员可以安心的打球 好好的读书 棒球是台湾的国球 相信在企业的协助下 棒球队员们不论在器材或在训练上 都有很好的帮助 记者邱平易民间采访报道